近日鸭蛋离婚的事件刷爆了网络 原因是赵普生的徒弟田娃在网络上直播时 有粉丝问到王金龙和鸭蛋是否离婚了 田娃很干脆的表示是离了 被问到为什么离婚的时候 田娃说我怎么知道 过得被对劲就离了 之后这也得到了王金龙本人的承认 王金龙在直播中表示 他和鸭蛋已经正式离婚了 但一直没有在网上公布 而且希望网友不要再用离婚来称呼这段感情 应该叫做缘分已尽 居心王金龙与鸭蛋相识在刘老哥大舞台 之后成了二人转搭档 随后鸭蛋与王金龙日久生情之后结婚 婚后还生了一个儿子 一家三口相当的幸福 结婚后二人依然活跃在舞台上 还一起表演 非常的恩爱 只是没有想到这么一对恋爱的夫妻 却突然离婚了 就是令人惋惜 不过离婚并没有给鸭蛋带来阴影 近日离婚后的鸭蛋还做起了直播 和粉丝互动心情还不错 并且他还回应了此事 既然王先生也正面回答了 我也没有必要隐瞒什么了 我俩已经分开快有四年的时间 去年才办了手续 有些事情不能和大家伙一一说清楚 没有谁对谁错 还是两个人的脾气 性格合不来就分了 最可笑的是 有个别的同志报道了挺不像话 说我近段时间 演出或者出席活动 都是跟别的搭档 叫我龙哥有多远滚多远 我想知道你是真了解情况了 还是恶意炒作 虽然我俩名义上已经不是夫妻 可还是好搭档 希望那些不了解情况的朋友 不要瞎操心 妄想定论好吗 在这里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 我想这就是缘分 就是命 过去就是过去了 不是夫妻 我们还是好搭档 好朋友 愿各自安好 愿大家都好人一生平安 开心快乐每天 再次我们也祝愿鸭蛋 能早日找到属于自己幸福 有点别的 场面 优优独播剧场 没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